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唐伯斗 今天是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 今集想和大家一起看看香港的各大最新的新聞趣事 今天看到鋪天蓋地 很多關於接下來的七一 外出去玩有很多的好處 有什麼好處呢 例如好像七一當日 電車 輕鐵 港鐵 巴士 多條道輪的行道都會免費任搭 11歲以下的兒童 更加免費搭港鐵 超過1000間食肆都會提供優惠 市民那一天都可以以七一節 購買魚桶柱和蔬菜柱特定產品 有人知道是什麼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詳情的話 記得繼續聽下去 在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和你們每一天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趣聞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呀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內容有什麼意見的話 歡迎可以在以下踴躍留言 盡情討論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這兩年來這個不想消費的熱潮 這麼厲害呀 香港政府也要做些事 吸引香港市民 留在香港消費啦 我們看看這個七一的活動 是否吸引呢 在共同慶祝特區成立27周年 話說實話 這樣就已經27年了 為了方便市民在七一 愛出慶祝 大家出去玩啦 7月1號的電車 輕鐵 行走新界西北路線的港鐵巴士 和來往尖沙咀灣仔的天星小輪 都免費 3至11歲的小童 更加免費乘搭這個港鐵 而富裕小輪和新道輪 就會限量派發乘船券 讓市民可以免費 搭部分的航線 但都需要先取得這個乘船券 但這個乘船券在哪裏拿呢 應該接下來都會陸續公佈 另外 科學館 太空館的常設展覽 藝術館 專題展覽 西九文化區 M加標準的展覽 故宮文化博物館 等等等等 濕地公園在七一 都可以免費參觀 康民署多項的看樂設施 羽毛球場 網球場 籃球場 游泳池等等 亦都是免費使用 咦但雖然它免費使用 但你未必預訂到個牆 重點是 亦都由6月29號到7月1號 可洋公園 全日玩的門票 就有7折 昂平360 小童和長者 內匯 飄加 標準的門票 有27折的優惠 只是小童和長者有優惠 成人有沒有優惠 你要成人帶小童去才行 另外 在飲食和消費方面 有超過1000間的食肆 就會提供優惠 稍後才會進一步公佈這個詳情 我懷疑這些食肆優惠 都是7折、8折、7折、7折等 不知道能否吸引 你真的要吸引才可以 優惠的折扣 幅度要大一點才能吸引香港人 在那幾天不會有不償消費才行 另外還有說這個在本地魚菜直送的網店 或者手機應用程式 購買魚類統形柱和蔬菜統形柱的特定產品有7折 這些7折 不知道能否吸引 前提是大家 市民知不知道這裏什麼叫做 魚類統形柱和蔬菜統形柱的特定產品呢 要介紹一下才行 大家可以在哪裏買到這些產品呢 另外 舊油麻地警署的警察禮品郎快閃店 在7月1號額外營業 警方會在社交平台送出警隊180周年紀念模型車 這個警察禮品郎又在哪裏呢 跟大家找找 原來其實他就是在油麻地警署的正門 外面是一個快閃店 那就是很多小紅書呢 就很喜歡在前面拍照那個油麻地警署出面 正門 那他呢就特別提到呢有幾個商場和街市呢就會有一些優惠的 好像香港國際機場有些優惠啦 大本營啦 就是油堂的大本營商場 數碼港商場 那這三個商場呢都應該是比較偏僻的 是吧山卡拉那些的商場來的 那就當他去旅行啦是不是去遠一點點 還有這個東日街市的優惠和香港仔街市的優惠 那他暫時呢這些優惠呢就只寫了優惠這兩個字 那確實是有些什麼優惠呢 那真的要稍後才公佈聽聽他究竟是怎麼說的 有些什麼優惠啦 那我們呢做一下這個資料搜集啦 原來這個本地魚菜直送呢是有個網站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啦 那就是一些本地啊 就是去種的一些植物和養殖的一些海鮮的產品 那就看一看他的一些價錢啦 他在online的網站那裡售賣的這些 有沒有實體店的呢這些 那我們看到他現在呢這裏做一個父親節啦 88節的優惠 來看一看 蜜魚滑一包呢原價是62.5 那就是88節之後就55 那如果說接下來呢 71的時候呢就說有 71節啊 71節就是再便宜 就是等於7節那樣 那但我們看看吧 其實他那個價格本身的定價呢都不便宜的喔 那我就說因為是本地啦 就是你本地的一些人工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你栽種的一些土地 或者是那些倉啊 魚池去養的那些魚啊 可能的成本都真的會高一點的 那大家呢如果對食物這個品質啦 那這個要求是高一點的話呢 那都可以來看看的 因為這裏真的全部是本地的 魚菜直送 那有七一節這樣啦 7月1號的時候來這裏購物 那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真是掌知識啦 其實不說都是第一次才知道原來有個這樣的網站 那我們呢就拭目以待啦 看看到時呢 7月1日的假期呢 連續呢是不是呢 29號30號和1號3日的假期 那我們香港這個旅客 出境的數量 會不會又打破了端午節的紀錄呢 看看這個政府這個救市的措施 可不可行啦 但是個人認為呢 現在的商場優惠啊 餐廳優惠還未公佈長程嘛 如果啊 真是想留回多些港人呢 本地消費的話呢 我想那個優惠的力度呢 真是要大大提升才行啦 即是如果你說便宜幾元 便宜十多元 我想九折八折 我想那個吸引力度呀 都未必夠大呀 你們又覺得有什麼意見呢 趁這個優惠詳情未公佈之前 大家可以在以下留言啦 看看可不可以推到這個優惠呢 真是令到吸引到我們市民 留港消費呀 那我們今集呢 同大家跟貼住這個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呢 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每一天同大家報導 更新香港各大小的奇聞、趣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我們的影片 有你們的鼓勵是我們最大的支持呀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聊天啦 拜拜 還有一個是 我們太好了 變得着 更新的每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